音乐 方邦大学是一所四年制的文理院校 它坐落于美国中西部 密苏里州 圣路于四世 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呢 就是小班教学 每个班大约有十个学生 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个 所以每个学生如果有问题的话 他都可以请教老师 而且老师会很快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每个学生呢 都会有一个专业指导老师 他可以和这个导师一起做科研项目 而且这个导师 这个专业导师会提供学生 学习上和职业规划上的建议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 所以学生可以在学校安心地写作业 而且还有完成他们的项目和团队合作项目 学校我们专业还有来自业内的顾问团队 他们包括MasterCard Scar Trade 还有US Bank 我们的学生 每个夏天都会去这些公司做实习 在方邦大学工作和学习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因为他小班教学的传统以及友好的氛围 还有你所能够获得的从老师那里的很多的个人的关注 圣路易斯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慢节奏生活 尤其是当我漫步在森林公园 或者是参观动物园的时候 美国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悠闲的 所以我能够找到大量的时间来参加课外活动 或者说和朋友们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我主要教授计算机科学和网络安全的课程 其中包括Java编程 安卓软件开发 网络应用开发 软件工程 还有计算机安全 网络还有网络安全 在我的课上呢 我喜欢鼓励和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的意识 团队合作的能力 还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 掌握在课堂上教授的支持 在课外我也经常提供学生帮助 我自学生教两门课程 一门计算机的课程是算法与数据结构 另外一门是计算机安全的课程叫做Exical Hacking 在计算机算法与数据结构的课上面 我们学习如何使用基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解决实际的问题 在另外那门计算机安全的课程上 我们学习如何帮助别人找到网络安全漏洞并修补他们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 圣路易斯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在这里你并不会感觉到像在别的大城市一样 生活是如此的匆忙 方邦拥有很多国际学生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 我们在这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快乐地学习生活 小学习的课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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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